歡迎全球投資寶劇收看公佔主流股 我是你的好朋友邱敏寬 今天是6月16號 在投資的這條路上 麻煩各位你要化繁為減 各位什麼叫化繁為減 把10個變數變成兩個變數就好了 你不要每天都煩自己 一下子想說伊拉克要戰爭 一下子想說原油要上漲 一下子想說整個美國電子盤在跌 噗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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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一圈 股票好的股票 各位就是要爆 好的股票就是要爆 爆股票爆到好的各位對你有好不賣 那當然你不能夠爆到不好的 你不能夠爆到不好的 我常常談啊這個叫茂蓮 今天回漲了上漲了上漲又怎麼樣 過去在整個大盤上漲的過程當中 他走這負得性嘛 從2月份過來的過程當中 人家大盤在步步的往上升高 可是各位你爆茂蓮 無炭吉吧 有沒有賺錢沒有 可是在過去這段期間你如果爆華雅科你大賺嘛 那華雅科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談 當他股票跌破50塊的時候我跟你說什麼 那抱歉喔我們沒有時間放V7R 這波的大盤來到這個地方一定很多人覺得很訝異 一定很多人覺得很納悶 來到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們每天都遇到這個問題啊 好多的投資朋友在問 寬哥再來該怎麼做 我說好的股票很多 可是我給各位的就幾檔而已 我也不會當檔給各位 因為第一個你的資金量沒那麼多 第二個好的股票的一個部分的話 當你去抓到他的契機 你就沿路他把握他往上漲的一個 所謂的關鍵就好了 那各位做股票就跟治大國一樣 老子說過嘛 治大國如烹小鮮 我相信很多人會煮飯 很多人不會煮飯 你今天煮小魚可不可以把它翻來翻去 不可以翻來翻去的 你今天煎小魚翻來翻去 他就變成不是小魚 他變肉鬆了 變魚鬆了 那這波的行情來到這個地方 對多數的人來說 我一直跟各位報告過嘛 上個禮拜我們可以很明顯的 發現一件事情 當行情在高檔橫盤的過程當中 我們說多空比高達多少 高達1.5比1嘛 什麼叫1.5比1呢 每五個人當中 三個人在放空 兩個人在做多嘛 每十個人當中有六個人在放空 有四個人在做多嘛 那誰在放空 這六個放空的大多數都是散戶 這四個做多的是誰 是前十大交易人 是外資 誰贏誰輸 我們說這個我們先不去做 整個後續的追蹤 我們單單比資金水位 外資跟前十大交易人的口袋 都比你還深 所以行情結構的一個過程當中 各位還記得嗎 行情在5月底有沒有跟各位報告 我們說放空的人很多一定會嘎空 後面有沒有跟各位報告 內外資開火 出現什麼要小心 大量藏黑才要小心嘛 有沒有出現大量藏黑 有 有出現一天 有出現一天 可是這個大量藏黑有沒有趁勝追擊 有沒有趁勝追擊 往下打 沒有啊 過了一天 過了兩天 過了三天 連續兩根的一個長下引線 被化解了 所以那一波的危機再度的解決 所以我們後面我們跟各位報告 我們說漲越慢越好 金金漲嘛 對不對 金金漲嘛 6月3號跟各位報告 底部測試在做甩轎 6月5號跟各位報告 又拉尾盤 嘔死放空的 沿路跟整個 6月6號跟各位談周線 突破9220 那時候我們問各位 沒有獲利一定是方法不對 沿路過來跟各位談論到 籌碼沒有鬆動 沿路過來跟各位報告 多方控盤無需擔心 一直到今天各位 有沒有拜相 有沒有拜相 不要我講 我相信在電視機前面 那很多人技術分析都比我好 我直接跟各位承認啊 我的強項不是技術分析啊 我的強項是基本面分析啊 那基本面分析好不好用 基亞今天盤中再創新高啊 你回頭一看 過去任何時間 你只要聽我話去布建基亞的 我說來這裡大家都賺錢 3474的一個華雅科 到今天沒有再創新高 可是各位 95%聽我談基亞的 應該也都賺錢 4944的一個趙遠 今天再創新高 沿路從股價不到30塊錢 沿路跟各位追蹤 我幫各位布局的是什麼 布局基本面嗎 如果你用技術分析來看的話 各位沒有人會在這裡買股票 阿公的股 那個時間點每個人都跟你說反彈 要做整個追空的動作 可是我們跟你布局的是什麼 我們跟各位著眼的 不是今天 不是下個禮拜 我們跟各位著眼的是 你要去想事情一個月後 三個月後 半年後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在大盤沒有敗向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說很簡單嘛 基亞 那時候股價過新高沒有 沒有過新高 他的PI88可能會在7月中旬提前通過 那我們說這是一個多大的一個市場 10億美金的市場 10億美金換算成台幣是多少 換算成台幣是300億 那300億 目前有競爭對手嗎 要跟各位報告 要小聲的講 沒有 沒有競爭對手 這個也是為什麼 基亞未來的一個權利金回饋 會超過100塊錢以上的原因 因為基亞股本很小 基亞的股本是13.8億 我們上個禮拜也有跟各位報告 美國最近剛發生所謂的一個 生計公司的併購案 生計公司的併購案做肝炎 不是肝癌喔 做肝炎疫苗的值37億美金 換算成台幣是1100億 那各位基亞值多少錢 從那個消息出來之後 基亞天天往上漲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基亞貴有沒有便宜一點的標的 9200點標股的一個操作方向 我們有跟各位列出這些來 列出這些來 你說 唉唷 當老老 最簡單的啊 來 當初我們跟各位談到藍寶石 所謂的一個應用系統的時候 各位等我一下 我把兆元找出來 4月底5月初 我那時候還把這邊折起來 大家好厲害喔 折起來每個人都破解 我那時候用這樣給大家看 我說股價不到30塊 股價不到30塊 我那時候單單拿這張出來 說全球5000萬支 鑽石切割要怎麼樣 每個人都破解了 那時候股價不到30塊 後面怎麼走 後面它沿路往上嘛 後面它沿路往上嘛 你目前回頭一看各位 一個月過去了 趙遠這波漲多少 趙遠這波漲多少 這波漲了兩成超過 很簡單嘛 今天收36塊9毛5 股價不到30塊 30塊漲一成是33塊 漲兩成是36塊 行不行痛鬼 漲超過兩成 各位做波段好不好 做波段好不好 做波段很棒 然後我們中間還跟各位談論到什麼 好了 蘋果手機 今天不管它是9000萬台 不管它是1億台 不管它是1億2000萬台 這個我們都不理 我們也不用把整個iWatch 的1000萬台再把它包進去 你可以確定的是什麼 你可以確定的是無線充電 要用 無線充電 要用 你可以確定的是 藍寶石應用相關 藍寶石面板 PPS要用 你可以確定的是什麼 你可以確定的是指紋辨識模組 它要用 街頭中愛用 股價不到30塊的兆元 漲到今天 36塊9毛5 你看到了 股價那時候16塊的上利呢 上利往上攻 從16塊錢沿路快速急行軍來到24塊 最近比較辛苦一些 今天分盤交易第三天 分盤交易第一天它打到跌停 分盤交易第二天它收在平盤 分盤交易第三天它今天回到23.45 我再跟各位談一次 第一個我們的家族是隨便賣隨便賺 那時候我們也跟家族談 我說你如果說資金要做轉換的 資金也要做移轉的 你可以稍微移轉一下 可是對我而言 今天如果是因為基本面的改變 今天如果說因為它的營收不好 它的獲利不加 所以它被整個股價被打下來 我覺得該換 可是今天如果理由是成立在說 因為你就蓋太多 跟5269的享受一樣 為什麼 因為在一個半月的過程當中 這間公司漲了150% 因為蓋太多 叫主管機關說你蓋太多了 你這裡稍微休息一下 要不要換 沒有換的必要耶 各位有換的必要嗎 上利17.7 18.9 20塊7毛5 22.2 23.75 6月10號當天23以下 我說加碼買進 隔天公道漲停板 往上漲停之後分盤交易 主管機關說蓋太多了 來這裡稍微分盤交易一下 24.45 123 今天各位回到23.45 重點在哪邊 方向都給啦 我說這張等一下我會再拿出來 可是方向再都給各位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只是要請教全國的投資配合 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 我說別人怎麼做我不曉得 做這個行業很辛苦 為什麼做這個行業沒專利嘛 很多的分析師有叫或沒有叫 根本沒有關係 反正他上台他就開始胡說八道 那我說別人再胡說八道 我也不管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我要帶領你的方向在哪裡 因為我們知道有太多太多的投資朋友 來到這地方是沒有方向的 你對未來很茫然 到底該做多還是該做空 今天做多的情況之下 股票要怎麼挑 那各位 股票怎麼挑 我天天測標跟各位寫 買基優 買成長 買未來 買基優 買成長 買未來 就跟當初股價不到30塊錢的時候 我們沿路跟各位所追蹤的趙遠一樣 為什麼 趙遠有賺錢嗎 趙遠跟各位抱歉 他到現在還沒有賺錢 可是趙遠的營收在逐步的加溫當中 為什麼營收在加溫當中 因為未來他所掌握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就跟3664的安芮今天收黑 可是各位 過去這段期間我們跟各位報告 他沿路上來漲了五根的漲停 為什麼可以漲五根的漲停 因為他的客人不是我們一般人 他的客人是這些電信公司 而電信公司不管是網路安全 不管是網路流量 他必須要有一個所謂的網路控制器 幫他做監控 所以他的營收會在今年的第三季會爆發出來 這個叫美桿 這個叫方向 而你美桿已經有了方向也有了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底部布局去獲利嘛 才有辦法今天去布局趙遠的各位趙遠漲上來 今天去布局上利的上利漲上去 布局之後漲上來 才有辦法去5269的一個整個翔碩 如果全市場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說得清清楚楚 重點在USB3.1 再來要怎麼做 各位再來要怎麼做 大資金的 我們說333精英 333精英 這裡面每個字你都看得懂 那種我就不再詳述了 很多人說 寬哥我資金沒那麼多 我資金只有大概在100出頭萬 大概只有在八九十萬 那我要怎麼操作 各位單股家族 單股家族 但真正最重要的重點是 你的整個判讀的方向在哪邊 你真正的決定點是在判讀的方向在哪邊 不然我們找出很多好的一個個股 研究出好的一個方向來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談談華雅科 再來談談國劇 今天的華雅科 尾盤再度攻到漲停板 原因在哪裡 國劇今天小收黑 連續兩天的一個上漲漲停板之後 今天小收黑 有要緊嗎 來 等一下我會把整個所謂的模型 都跟各位談清楚 生技股 未來怎麼佈局 除了基亞之外 中價位的 低價位的 該怎麼樣做一個所謂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策略 該如何幫自己 佈建一個最好的一個方向 等一下回來我來談 可是我要請問各位一點 誰來幫你 你如果你還要單打獨鬥 那我要跟各位報告 您的整個獲利 你賺錢的機會 會非常非常的低 大資金的333精英專案 資金比較小的 100萬上下的單股家族 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 等一下回來 談談國劇 談談華雅科 謝謝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公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 1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6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研究基本面超過15年的萬寶寬哥 帶領著萬寶致富團隊 用心 尊心 細心 將第一手訊息 第一手財報 第一時間呈現給家族朋友 萬寶寬哥 全新的選股大擴斷操作 值得性愛 插詢對話 02-6618-1588 21年萬寶投顧是最專業的投顧 由朱成志董事長領軍 郭博明分析師 加入萬寶請來電 02-6618-1588 02-6618-1588 研究基本面超過15年的萬寶寬哥 帶領著萬寶致富團隊 用心 尊心 細心 將第一手訊息 第一手財報 第一時間呈現給家族朋友 萬寶寬哥 全新的選股大擴斷操作 值得性愛 插詢對話 02-6618-1588 21年萬寶投顧是最專業的投顧 由朱成志董事長領軍 郭博明分析師 加入萬寶請來電 02-6618-1588 02-6618-1588 02-6618-1588 頭痛 歡迎回到局面的一個現場來 有了額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一打鼓也是擔有 歡迎回到局面的一個現場來 華雅科股價在30幾塊的時候 我曾經問過 問過各位一個問題 我們說如果他不小心要賺7塊錢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華雅科不小心會賺7塊錢 他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這是一個預設的問題 因為未來的一個營收 主管機關已經說過了 這個是不能夠做預判的 那我們現在只能夠用他今年第一季的獲利 跟第二季的獲利來做所謂的一個判讀 可是在判讀的過程當中 各位什麼最重要 中心思想在哪邊 我常跟各位談 很多分析師上台了 然後當他看到的camera 當他看到的燈亮了之後 他就開始翻漲停板 每當漲停板他都有 每天都有不一樣的一個漲停板 我不曉得啦 他可能 他可能都會錯認了很多觀眾朋友們 都會錯認了很多電視機前面 投資朋友們的一個智商 那我一直跟各位報告 我說好的個股我會沿路一直追蹤 好的個股我們會沿路一直做追蹤 而今年有很多好的一個個股 我相信 我們也沒讓各位失望 對不對 翔碩 一口氣漲漲了1.5倍 謙如 這已經獲利掉了 今天在漲停板這沒關係 這不算我的喔 因為謙如我跟各位談論過 我已經獲利掉了 那中心思想在哪邊 中心思想還是要再回歸到整個股票的一個未來跟他未來的一個獲利性 對不對 他的未來跟未來的一個獲利性 如果是他是不具未來的一個公司 短線有可能會去搶他的單子 他會變得很辛苦 2439的美率 現在到底 到底 正問有沒有搶他單子 不知道 那我們說我們會幫各位來確定 我們的研究員慢慢的在派出去當中 消息回來我們會在第一個時間為各位做所謂的追蹤 華雅克那時候我們在31塊6的時候有跟各位談論過 我們說一定還有高點 為什麼叫一定還有高點 我們曾經跟各位談論過 今年第一季的獲利 1塊8.5 現在重點是全球沒有新產量 而毛利率的部分的話題台積電還高 他的毛利高達54% 所以那時候不管是股價在24塊 不管是股價在35塊 那時候漲到42塊3 那時候我們有問過各位一個問題來導播拉近一點 他上半年賺了1塊8.5 對不起 對不起我講錯我更正 今年的第一季 獲利是1塊8.5 然後1塊8.5乘以2的話 是3塊7 那目前來看的話 第二季的獲利毛利 跟整個第一季來說 沒有太大的一個差別 我說假設上半年去拚上了3塊半 那下半年呢各位下半年只會更好 為什麼只會更好 因為現在很多的產品開始 因應整個蘋果手機未來的掃貨 舉一個最簡單的嘛 3673成宏TPK最近股價開始 哇沿路都在狂飆 那為什麼沿路都在狂飆 因為他的面板會不會被採印 不曉得 可是目前大家市場在猜 可是這下半年蘋果要出來掃貨 這麼多的掃貨 送到紅海的工廠去組裝的過程當中 你要去了解那個契機在哪邊 因為我們了解契機在哪邊 所以我們跟各位報告的趙遠 各位股價上漲了兩成嘛 我們跟各位談論到的一個上例 為什麼股票上漲這麼多 連主管機關都說 跟他說 對不起你漲多了 要分盤交易嘛 那華雅科我說如果他全年供上7塊 你要怎麼估 你怎麼估 估他9倍的本利比 估他8倍的本利比 估他10倍的本利比 所以那時候股價漲到50塊 5毛我說還有高點嗎 還有高點嗎 往上攻54塊啊 要不要擠不用擠 6月6號當天打下來 震盪幅度是大的 29萬2000張 各位29萬2000張 這支 我說打下來打下來怎麼辦 要煩惱嗎 對很多人來說可能說你在跑 我說沒關係你也可以跑 你也可以不跑 那都不重要 重點是在於下一波的出手點在哪裡 當天他打到跌停啊 開開關關 50塊3毛 50塊5毛 我們說機會來了 破50塊 我們第一次跟家族說我希望第一個部件的目標 是45塊錢 可是45塊錢不見得來 破50塊就要開始做部件 49塊 8萬多張 50塊 38000張 漲停52塊5毛 目標怎麼看 我還是回歸到我之前問過你的 我不用我來回答 也不用我來回答 來 這個都是假如喔 都是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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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上半年供上了3塊半 假如全年7塊 你要怎麼顧 我們不用去談去年的3塊4塊 也不用去談現在今年年初的22塊23塊 35塊我們也不用談 我們單單談這兩個禮拜 單單談這兩個禮拜 跌停的時候跟各位談布局機會來了 49塊錢50塊錢 沿路往上攻 有沒有機會 是不是您的機會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喔 對不對 華雅科往上攻堅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有跟各位談論到一檔個股 談論到泰伯 然後泰伯談完之後泰伯的一個股價 從股價不到100塊錢 快速的往上去做整個所謂的一個攻堅的一個動作 這一波 泰伯目前到目前為止 行情都盤旋在130 都盤旋在130 那時候股價從90 沿路過來 他在擴廠 再跟各位談一次 他在擴廠 後面我們有跟各位追蹤一檔 這個叫玉興科 玉興科他在做蝦紅樹 包括了阿茲海莫鎮 包括心血管用藥 股價在90塊8 各位 鮑波段的好處在哪邊 今天的玉興科不知不覺的過程當中 他創新高 105塊半 台灣精緻農業 目前 包括了經濟部 他在推導這個方向 升級股當中有沒有好的 有 可是各位 每次回撤的過程當中 您站在哪邊 每次回撤的過程當中 您站在哪邊 就跟剛剛我們跟各位報告 整個華興科 回撤的過程當中 您站在哪邊 基亞回撤的過程當中 您站在哪邊 趙遠回撤的過程當中 您站在哪邊 每個分析師都很會講 每個分析師都很會講 你要怎麼判讀 我說比會講比率比曝光率 我們都比不上人家 可是我們可以給各位的叫做什麼 叫做買機優買成長買未來 我們給各位的叫做未來的一個成長性 這個是最重要的 333精英專案 333精英專案 當然如果您有需要量身訂做 如果您有需要量身訂做 我們也會幫各位做最好的一個安排 單股家族 我說明天 有一檔被動元件的 股價很便宜 股價很便宜 被動元件我們一直跟各位報告過 在蘋果手機的過程當中 電感 非常非常重要 而電感有一檔個股是大家忽略的 這檔個股 我們明天一同來布局 好不好 單股家族向前衝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先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突然從未來 屬於是 全票 來自公司 敬請 並自付 敬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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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值得信外 查询对话 026618 1588 21年万宝投顾是最专业的投顾 由朱成志董事长领军郭卫明分析师 加入万宝请来电 026618 1588 026618 1588 研究基本面超过15年的万宝宽哥 带领着万宝致富团队用心 尊心 细心 将第一手信息 第一手财报 第一时间呈现给家族朋友 万宝宽哥 全新的选股大拨端操作 值得信外 查询对话 026618 1588 21年万宝投顾是最专业的投顾 由朱成志董事长领军郭卫明分析师 加入万宝请来电 026618 1588 026618 15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我心中都有一条跑道 check in 心中的航线 在梦想的跑道向前滑行 逆风飞翔 发动引擎让台湾再次起飞 桃园 台湾的引擎 take off 桃园航空城 刚出来到台湾